哈囉大家好我是翼哥 學伴對學習會不會有幫助呢? 各位有沒有曾經有過在讀書的時候啊 看不懂講義上的敘述 覺得煩躁 寫數學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解 或是想解看不懂 如果這時候有一個人你可以直接問 那不是超棒的嗎? 翼哥今天就是來介紹我創立的discord群組 先講這個DC群最主要的優點 第一個是隨時可以問問題 學習上的、課業上的 必須有個題目你想了很久 你真的想知道他怎麼解 你就可以點上去問 目前全部的問題都有人解答 第二個就是可以在我DC群組找到學伴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學伴就是 科目互補的那種 譬如說你國文或英文還不錯 但是你數學不太好 又很容易找到擅長科目 剛好跟你顛倒的同學 你們就可以互補 那有人可能就會說 那他沒有擅長的科目怎麼辦? 那你也可以找另外一種 就是一起去讀書的那種學伴 大家都知道自己讀書是非常容易分心的嘛 不時就會想看一下手機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翼哥的DC群組還有第三個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自修飾 自修飾的功能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進到這個自修飾 然後把鏡頭打開 對著你的手或書本 這樣子你在讀書的時候 就會有個被監視的感覺 效率就會大增加 效果超好 講完了翼哥DC群的優點 Discord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他其實也就是一個社群軟體 就像LINE一樣 注射之後你就可以加聯絡人 你就可以跟他溝通 但他最主要的功能呢 是你可以加入不同的伺服器 就像是LINE的群組一樣 但是Discord的群組 討論起來方便非常的多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專門聊補習 那因為有伺服器有設可以聊補習的這個頻道 那大家都可以專門在這個頻道上聊 不然歷史訊息也比較方便 DC還可以支援語音視訊的功能 非常厲害的社群軟體 翼哥DC群歡迎誰加入呢? 只要你想要學習 想要努力 想要找學伴 或者是使用自宜式功能 或者是想要幫助別人的朋友們 無論你是國中生、高中生、大學生 或者是畢業生 都非常歡迎你們加入翼哥學習群 簡單教大家怎麼使用喔 首先你要去下載Discord這個App 當然也有電腦版 或者是網頁版 接下來當然是註冊 然後要電話認證 註冊好之後呢DM YT影片下方 資訊區或留言區會有連結 那你就可以入群了 進群之後呢 各位可以先去看入群請看這邊 兩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是要先選身份組 就是你看這個烏龜 然後你點它下面的其中一個圖示 這代表國中生 這個代表高中 這代表大學生或社會人士 你就選一個 接下來要改伺服器暱稱 你就點這邊 然後選擇編輯伺服器個人資料 那暱稱你要改成高中年級 然後你的綽號 比如說立三高一比例這樣子 如果你是社會人士 你又可以寫說 比如說什麼大學畢業 或是你的職業之類的 為什麼一定要更改呢 比如說我們到閒聊區這邊 你看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更改他的ID 你就會知道你大概在跟誰聊天 就可以給出一個更好的建議 各位看完入群規了之後 可以去做個自我介紹 可以去點一個 定選這個符號 手機板是要滑到右邊去 就可以複製這個表格 然後填寫 閒聊區就是可以聊天 討論任何東西的 學習專區 你可以把你的每日計劃 To do list 打出來 有一個督促的效果 比如說有數學題目不會 你就可以到理科題目討論 要記得題目要轉正 然後要附上自己的想法 幾乎都能夠得到解答 可以到這邊找學伴 看你是要自己PO文呢 還是私訊 或者是請管理員帶PO都可以 對了如果你是DC群外的觀眾 你想要請我帶PO也可以喔 你就在留言區複製一下表格 填寫好 資訊我的IG就可以了 那大概就這樣 其實還有很多的頻道 沒有仔細介紹 但其實都很不錯 那就這樣囉 非常歡迎大家加入 易哥的DC學習群組 有什麼問題底下留言 掰掰